是谁这么狠心痛下毒手呢 出生才三个月的小男一 照了X光片来看看 让人吓了一大跳 头顶插了一二三三根针 很长的长针 结果居然是狠心的伯母下的手 他因为妒忌小淑夫妻感情太好了 甚至用三秒交直接灌到男一的口鼻 泡奶的时候还加入白药水 这回台中高分院宣判认为犯罪手段实在太残忍了 但是因为小淑撤告公公帮忙求情 但这位狠心的伯母 染因杀人未遂罪判徒六年的刑 X光片上头部天庭盖竟然插着三根针 这么可怕的事情 竟然发生在才三个月大的男婴身上 下手的就是狠心的亲生伯母 小朋友可是其实那种没有明显外伤 而且他的头皮上 并没有因为针刚插完之后看到新的伤口 他的表皮头皮都是完全愈合的 下毒手的中性妇人一审被判 八年徒刑 不过公公多次求情 男婴的父亲也选择撤告 台中高分院二审结果出炉 仍然依照杀人未遂 判他六年徒刑 家属原本的态度是比较属于说 就是说不愿意把这个事情 就是说好像说张扬出来 他就是比较低调 因为有牵涉到刑者的问题 所以我们就主动的跟家长说 是不是我们一定要报案 这个二伯母因为嫉妒小叔夫妻感情好 竟然迁怒到还没有满一岁的侄子身上 不只在小男婴的耳鼻灌入三秒胶 还在奶粉中加入白药水 甚至在男婴的头顶插下三根长针 狠毒的手法 吓坏周遭亲友 还好家人紧急送医 小男婴捡回一命 专顺陈思源 卢林营台中采访报道